上这个大石头 三四公里的大石头 台中小行星也是一样绕着太阳转 国立中央大学陆林天文台观测员林启生所说的这颗星星 就位在台中市的东南方 拥有永久编号300892 而具体的位置就在月亮的旁边 虽然说肉眼看不到 但是这两天却是最靠近台中的时候 这个我们台中小行星 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组小行星带里面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行星 当然因为今天观赏我们台中的名字 让它台中有发光 然后小行星也发光 台中小行星绕太阳一圈 它就跟地球一样绕一圈 要五年六个月左右 天文台观测员林启生 2008年与伙伴夜全制合作执行 露林寻天计划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找到这颗未被发现的小行星 一位年轻的时候到台中来念书 并且常驻台中 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 所以他也决定将这颗行星命名为台中 并且捐给台中市 因为我那个自从1984年来 风甲读书之后 基本上就常驻台中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荣幸 有机会把这颗石头 马上命名台中 这是我命名的一个动机 感谢林老师把这个他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台中 让台中可以要上宇宙 不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城市 而且是在宇宙这个群星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这个对我们推广天文教育是很有意义 陆林寻天计划至今发现800多颗小行星 但是多数都是只有编号没有通过命名 而这颗编号300892的台中小行星 已经获得国际天文联合会 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认可 现在台中不仅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更是要上太空 变成宇宙中闪耀的行星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